如果有成本的話呢 我們應該要那個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 比如說我們可以抽樣 就應該這樣講 也不是抽樣啦 就比如說假如今天我們全國人民有100個人好了 那我其實只要投到第51個人 已經確定那個誰會贏了 就是說如果51個都是支持同一個人的話 那投到第51個已經確定誰會贏了 剩下49個就不需要投了 不用浪費時間 不用浪費那個成本 就是所以還是可以有部分的人是不用投的 因為不影響結果 因為這系統夠強大 他算到那邊的時候就知道 那誰當選是最好的 所以就不需要去收集後面那些票了 對吧 因為這樣可以節省成本 所以還是有一些票是沒有被收集 有一些人的意見是沒有被收集 就有一些人的意見不重要嘛 反正前面這些人就出刊代表 我不任何個人想法 因為台灣選舉最重要的是要拿選舉補助款 就是每票30元 那這樣每票30元 竟然沒有辦法合理的發到 就是大家意向 心之所向 對吧 就是我們目標是要 我們除了 除了決定出誰獲勝之法 我們現在不是台灣選舉 我們現在是火星選舉 台灣選舉沒有你那個先進系統 好 我們現在是火星選舉 所以不存在那個30元的問題 現在就是說 如果已經知道說 我們跑到這邊就知道誰贏最好了 後面就不需要浪費資源去跑後面的 所以我意思說 這樣的話就會有一些人是沒有投到票的 因為那些人的意見其實不重要 我也不認同這樣 為什麼 因為這樣會造成一些額外的不快樂 什麼叫額外 就是會有人主張什麼 選舉黑箱巴巴巴之類的 或是說什麼沒有辦法展現真實的 那個名義分布狀況 所以你認為選舉的目的是要 那個展現名義 你可以說哪怕那個有一個候選 只有五個人支持 那也應該要讓那個五個人的名義被展現 大家要看到 喔那個人有得到五票 你覺得這一定是重要的 沒錯 這樣對那五個人 那五個人才會最爽 對吧 那五個人就會 喔他得到五票而不是零 對吧 就明明有 明明我有想要投他 可是為什麼沒有顯現出來 那他就很不爽 那既然有人不爽 就不是我們超級選舉系統 希望能夠看到的事情 好那這邊就涉及另外一個問題 假設今天 就是 A當選 你是最爽的 然後可是呢 B跟C剛好就是平票 然後 他們票都比A多 那這樣的話 你覺得那個系統 到底應該要幫你投 B跟C的其中一個 你更偏好的 要棄保 還是應該要按照你的原始偏好 幫你投A 這只是就我的猜測 我相信那個真正的 鐵面武師的選舉 超級選舉系統 會幫我做出正確的決策 但我相信說 正確的決策他到底要不要棄保 就是說今天你投那個人 是鐵定不會上的 他已經知道你投那個沒有用了 那他要不要幫你從剩下兩人中挑 他會判斷我的想法 覺得我要不要棄保這樣 因為你說他應該是要以你的未來四年的爽度為準 那如果以你的未來四年的爽度為準的話 肯定棄保更好 因為B跟C按照你的講法 BC一定為一個是你更偏好的 那他應該要幫你棄A保B或棄A保C 這樣才是有利於你未來四年的生活 所以理論上按照你的就是觀念的話 超強系統應該要自動棄保 這樣才是對大家的福利是最有保障的 最有利的 因為他如果不自動棄保的話 那個原本就是B選上變C選上 然後你可能就很不爽 就杜爛這個系統杜爛四年 說為什麼會讓B選上 早知道我就棄A保C 人都知道要棄A保C 系統淹冷不知 你的這個最強的系統淹冷不知 可以這麼說但系統也會判斷 究竟誰是鋼鐵寒粉 老子就是要投他投到10 就算就是其他當選都不爽 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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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鋼鐵粉另一回事 但我相信只是說 就是你的系統應該是 因為是以未來四年 可以合理的判斷一定范圍內的棄保 對嘛以未來四年的福利為判斷意準 不是以投票當下的情緒為依據 他投票當下是鋼鐵寒粉沒有用 他未來四年可能不是 因為是以未來四年為依據 所以該棄保要棄保 理論上是這樣嘛 理論上你的那個超強系統 應該是會自動幫大家棄保 對 我想一下如果是會自動幫大家棄保 所以就是 意思就是說我一定要投 有用的票 就是 因為賽局裡面的關係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均衡點 就是大家可以 就是多少人的賽局 就會出一個某個均衡點 就是大家的投票結果 對好 可是現在這有一個問題 假的說呢 今天譬如說有 我們先講很簡單的狀況 假如今天有這個十個人 就是這個村子有十人 然後選一個村長這樣 然後這十個人的話 如果每個人剛好都偏好 就一到十 所以一人一票 那可是這個時候呢 如果 假如棄保一下 就會有一個人得到兩票 那那個兩票就會勝選 所以這樣的話 你棄保就會划算 但問題是 那到底是要棄誰保誰呢 就是說因為 你棄九號保八號 跟棄八號保九號 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大家的偏好 都是有 都是可以定出來的 對對對 所以有人更偏好 對對對 所以超級選舉系統 就會判斷所有人的偏好 幫大家創出一個完美的 所以要把比較 不鋼鐵的人的棄保 給比較鋼鐵的那邊 就是說假設今天 那個 就是有人就是很鋼鐵 我就是一定要投那個 也不是不是鋼不鋼鐵的問題 是爽度的問題 好啦就是反正 對嘛我意思就是說 有就是說今天 呃 就是有絕對爽度 對就是說 就是一號當選一百 現在都是服一百 對對對 反正就是有人他的那個 爽度超級巨大 對對對 然後別人的那個爽度就是 比較不巨大 然後所以這樣的話 那個系統最後就會裁定說 那就大家都棄保那個爽度最巨大的 就可能大家都去投一號 因為那個爽度是最巨大 所以就棄保一下 就是 但是他是總和大家的 就如果其他人還是足夠長 所以其實你這個系統就是 計算出什麼對於這個 所有村民的爽度的加總是最大值 然後就按照這個來 決定候選就好 決定誰當選 就按照所有人的爽度最大化 來決定誰當選 就是聽起來就是你這個系統的設計 就是那 那可是有一個問題啊 是說所有人爽度最大化 這個所有人爽度最大化 到底是 呃 就是 譬如說我的爽度是零到一百 結果每個人爽度都零到一百 還是說有人爽度是零到一百 有人爽度是零到一萬 他的那個集聚是 平等 人人平等 還是集聚是 有人就是會超超標的 就每個人的爽度可以有 那個玉子可以不一樣 對你的這個超級系統 他在判斷爽度的時候 那個爽度到底是 我是零到一萬 你是零到一百 還是說人人都是零到一百 結果他到底是 利分數標準化 所有人的爽度要標準化 還是他是可以說 有人的爽度 比別人的爽度更大 這發生某些事情 爽度有一百萬 別人他們都 他們都無所謂的人 他們不怎麼用心生活嘛 所以他們那個 不太爽度都波動很小這樣 你認為是哪一種狀況 我的猜測應該是會標準化的 你為什麼覺得要標準化 可是就有人就 不痛不癢 有些人活得很麻木 他們就覺得說 我沒差 我沒差 對不對 你看現在四面場一堆 這種我沒差的人 一堆躺平竹 那也有可能是這樣 你說也有可能是 有人的爽度很重要 那爽度不重要 對 但不管怎麼樣他都會幫你選出一個 在你自己的所有選項當中 最有可能達成 而且爽度最爽的 對 那這樣的話問題就會變成說是 假設今天他 就有一個人他就是 非常非常執念很深 然後他那個爽度的那個 Range超級大 就如果說譬如說什麼 可能這個郭台銘勝選 他的爽度就會是正無限 然後如果是那個 其他人當選都是負無限 而有一個這個 超級bug人存在在這個社群裡 那按照這個系統的邏輯 因為這個超級bug人的爽度 都力壓所有其他人 所以這個系統 其實他只要看這個 超級bug人 他是比較偏好誰 那他就可以決定誰當選了 那這樣的話就是 這是可能發生的狀況 然後假設在這種狀況下的話 那就是變成說其實 只有那個超級bug人在投票 其他人都等於是沒投 不用投因為那個都影響不到 那現在的問題是說 那個超級bug人是聰明投票者 還是那些意見不重要的人 是聰明投票者 不是不是 就你覺得誰比較 現在問我的問題是 這樣代表我們剛剛的那個系統 不夠完美 覺得有可能被超級bug人影響 那代表他可能要去除某些其官職 或是離封職 沒有沒有 他沒有不完美 因為你要想 今天如果你不按照 超級bug人的意思去投 你按照其他人的意思去投 那個超級bug人他會很不爽之後 他可能就會像鄭傑一樣 就拿刀亂砍村民什麼的 他就毀天滅地了 所以他之所以有資格作為超級bug人 就是因為他超級有能力 然後他又可以幹出毀滅世界的事情 所以系統判斷如果不按他的意思的話 他毀滅世界對其他人的爽度都很差 所以系統就會參考他的意見 但我現在的重點在於說 你覺得那個超級bug人算是聰明投票者 還是其他不重要的雲雲眾生是聰明投票者 就你認為哪一個更是貼近你所謂的聰明投票者的定義 按照你剛剛的那個PR邏輯 應該是bug人是聰明投票者 對吧 就按照你剛剛的論述的一脈相承的話 有一個人他影響力超強嘛 你要是不讓那個誰當選 好啊我就那個拿劍射大家 我就發明生化病毒啊 什麼殭屍病毒什麼的 我就來搞壞搞破壞 我讓大家都很不爽 因為你們讓我不爽嘛 你們讓我喜歡的人沒有上 那好啊我就來搞爆大家 對不對 應該是可以有這種狀況嘛 我的意思就是說 然後系統就會判斷不行不行 這個人不能得罪 這個bug人他的意見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大家還是要息事您的 按照這個bug人的偏好去投 這樣的話對所有人都比較好嘛 因為這是要考慮到的嘛 就bug人如果沒有按照他意思投 他會搞破啊 這要考慮到 那現在問題再來說 到底bug人是聰明投票者 還是其他人 這些普羅大眾 雲雲眾生 是聰明投票者 按照你的定義嘛 你覺得哪個叫聰明投票者 bug人 所以對嘛好 所以你確實覺得bug人才是聰明投票者 就是 那這樣也沒有問題 但是這樣的話就是 勝負其實就在一票 一票以內了 因為其實只要bug人投 就決定勝負了 所以就是只有bug人那一票嘛 所以勝負是 就是說就 就並沒有超過兩票 因為bug人一票就抵所有其他人 其他人的票都不重要 但是在表面上看到 出來的結果還是會超過兩票 為什麼 因為系統會幫你運算啊 你是說系統會運算所有其他人 對對對 然後就是 所以你說 投出來就100筆錢之類的 就是 所以你說這個 沒有 可是如果說是 假設在剛剛那個scenario裡 然後我是那個雲雲眾生的話 那我就會覺得說 我不去投票更明智啊 就是說 那個 因為我覺得 反正都是bug人說了算 bug人要誰當選就誰當選 我根本不重要 那這樣的話 請系統不要把我寄在那個票以內 就我覺得 我 不投票 更能表達我的意思啊 因為我的意思就是說 都按bug人的頭就好了 所以我就不投了 就是我覺得不需要 就我會說 呃 理論上應該要存在那個 投廢票的選項嘛 就是說 就是說 或者說 就不去投 其實理論上應該要存在那個 棄票的選項 我會說那棄票應該算是不去投啊 因為不然的話按照你的定義的話 就會變成是 那個 所有人都是被迫要投票了 就等於投票是沒有選擇了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應該是有選擇 因為就是應該要有一個叫做 棄票的這個選擇才對啊 這樣才跟現在的這個選舉是貼近的 而且我們討論去不去投才有意義嘛 但如果你是一個聰明的投票者 你應該要把自己的偏好強化到 足夠 cover掉bug人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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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充不充不充不一定一回事 我現在只是說 反正你有一個選擇是 你可以強化自己到 跟bug人旗鼓相當 可以有影響力 這一條路嘛 但另外一條路是說 我就棄票嘛 我的棄票也是一條路 對 對 所以現在問題是說 你覺得到底是 這個 適應力超級強 誰當選 老子的那個效用函數都是一樣的 我的那個效用函數徹底平滑 就是 我 就是誰當選 沒有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了 就是效用函數徹底平滑的人 應該是不存在的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 都有bug人 我跟你說努力的方向 就你要努力 因為你有兩個可以努力的方向 一個是你努力成為bug人 你讓自己變得很激動 所以這樣的話 你說有兩個理想性這樣 對對對 就有一個理想的努力的方向 假如在這個世界的話 這個完美投票的時候 你有一種努力的方向 就讓你成為bug人 就你增加你的 對於誰當選 A跟 A當選跟B當選的差異 你把那兩個差異拉大 這樣的話呢 系統就更可能會 讓你 愛好的那個上 就氣保到你來 對對對 氣保到你這邊 另外一個就是說 你那個 就是 啊這個 誰當選與我如浮雲 我盡量 平滑我的效用函數 不管誰當選 我都沒差 沒差 這樣的話你就不怕 因為你 鬥不贏bug人 你不如就是 讓自己平滑 就有兩個 可以努力的方向 對 那你認為 作為一個聰明 投票者 他應該要往哪個方向努力 他是要努力成為bug人 還是應該要 努力讓自己 平滑 就是說 誰當選 我沒差 都可以 但是bug人啊 對對對 所以你的主張 是因為你覺得要 努力成為bug人 沒錯 那我的主張就是 我覺得其實應該 聰明人要盡量平滑 誰當選無所謂 我說我的主張是這樣嗎 就我覺得說 誰當選無所謂比較聰明啊 你那個努力成為bug 因為你那個的話 贏家只有一個嘛 就你想嘛 如果按照你那個假說的話 全世界這個100個人 只有bug人是快樂人 是99人 如果往你那方努力的話 他還沒有超越bug人之前 都是不快樂 等到有一天 努力成功 超越bug人壓他的意見 最重要的時候 他快樂了 那其他99人又不快樂 對啊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110分之一 當中那個快樂的人 對對對 所以110人只有一個是爽的 其他99 如果他往你那個方向努力 都是不爽 對 那我們剛剛講嘛 聰明應該是要讓自己爽 那如果聰明的目的是 要讓自己爽的話 那不就應該是要 那個我要很平滑 啊誰當選 沒差 這樣的話咧 我才是 我會比較容易過的快樂 你確定嗎 bug人 bug人 不快樂嗎 bug人他所想要當選的人 當選的人 他一定是更快樂的吧 你也就是說 你覺得bug人一定比 因為如果他是一個聰明的人 他勢必可以成為bug人 他是一個絕對的聰明 對啊對啊 當然嘛 因為沒有辦法成為bug人 都不夠聰明 對都不夠聰明 對都不夠聰明嘛 就是 對可是我會說 那只有那個絕對聰明的人 他成為bug人啊 所以其他人都不夠聰明 所以其他人就是 就還是不需要投票 其他人都可以棄票了 基本上 所以我會說 其他人基本上都可以棄票 因為他們不需要成為那個 所以我會說 這個選舉只會有一票 每次都是1比0000 因為大家都不用投 bug人一票 然後其他人0票 沒有在投票之前 不會有人知道自己不是bug人 大家投的時候都會 欸 以為自己是bug人 投到宇宙台灣人 幹不是 那個聰明的人才是bug人 對吧 因為在觀測之前 我們沒有辦法知道結果 我知道您是說就是 大家沒有系統聰明 所以大家並不知道自己會投誰 一定要選舉完了才發現 啊 這次選舉竟然幫我投了這個人 太驚訝了 沒有錯 就是一定要那個 每次投完才知道我 原來我的偏好是長這樣 斯迪 大家可是沒有系統聰明的 只有8個人才會知道 對 那這樣的話呢 就變成是bug人其實不用投 因為系統會判斷 當其他人投 所以bug人的票 不投是沒有影響的 其他人投就好了 我bug人不投也沒差 我bug人都棄票 反正其他人投 因為作為bug人的話 我應該要隱藏自己 我不希望其他人發現 我是那個bug人 沒有在這個系統之下 沒有人可以發現你是bug人 為什麼沒有人可以發現我是bug人 除非你自己自爆啊 就你自己在FB上po 我要同事 然後最後出來 然後每次都是我的中 中太多數了 就被發現了 所以 不然根本不可能有人知道 因為大家出來就是一個結果 而且還是不記名的 對吧 沒有啊 可是會顯示 每個人投誰啊 所以我會說 理論上bug人應該要顯示的為 氣票才對啊 因為這樣的話 才是對bug人比較有利的 就如果我是bug人的話 我一定希望系統每次都給我設氣票 然後我支持人又上了 結果說我 不不不不不 這麼認同 因為這樣你看起來就會很可疑 大家都知道你當選 他當選了你最有利 但怎麼可能 對吧 怎麼可能你又氣票呢 就太可疑了 身為一個聰明的人 沒有沒有沒有 要常人 沒有沒有 不是啊 問題是如果我每次都是我支持A 然後A上了 這樣的話大家就會發現 沒有啊 因為A上了最後是大家投票結果 大家怎麼知道是你支持的關係 大家每次都是100筆 不是啊可是 沒有沒有沒有 可是我還是A啊 就是 沒有啊你那個撥100筆 因為有一些鋼鐵粉 然後扣掉鋼鐵粉 但我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每次都是支持A 然後A又上了 就是氣寶派 牆頭草都被我吸收了 然後我每次都吸收所有牆頭草嘛 然後我支持A 然後牆頭草都會跟我一起支持A 然後所以A就會上 那我意思說 那這樣的話大家久了就會發現說我支持A 但如果系統每次都幫我投氣票 然後這樣的話每次還是A上 這樣更難發現 這樣更難發現 你說不會不會 所以系統應該要不只一個人氣票 就系統要找最強投的那些人 最強投的那些人 然後要投到剛好超過鋼鐵粉就夠了 然後呢就是贏一票就夠了 贏兩票都是多餘的 都會增加我被發現的機率 沒有沒有 系統在乎的並不是你被不被發現啊 問題是這樣 沒有沒有沒有 這被發現就有問題啊 因為被發現的話 大家就會 那個可能會 開始 找我麻煩 我就不會那麼爽了 所以按照這個系統 要讓爽度最大化的邏輯的話 他應該每次都要弄剛好贏一票 就是說 我們推倒出來最後的結論是 這個系統 存在的話 每次選舉的結果都會是 某某一票顯勝 然後呢是可能那個投完之後 就可能是 就只要台灣選舉 然後舉例 就可能是什麼 那個什麼柯文哲四票 然後什麼郭台銘三票 然後什麼賴清德兩票 然後那個侯友宜票之類的 就投出來就這樣 四三二一就夠了 因為鋼鐵的人太少了 就是這樣子 其他人大概都是 那個雲雲眾生都棄票 然後就是就這樣子就夠了 就是然後就反正就結果就是 對所有人的快樂最有利 這就沒有問題嘛 問題就是說他那個票數就是贏一票就夠了 因為贏兩票都是多餘 就以這個系統來講 根本不需要贏兩票 不存在贏兩票 反正贏一票就 就那個人就上了 就是所以就 因為你剛剛已經講了嘛 沒有 他是已經考... 我們這個系統 他的投票已經考量棄保了 就他的投票並不會出現說 我還要棄誰保誰 因為反正他就是幫大家算完了 他幫大家算完了 誰當選最快樂 就簡單來說就是 扣除鋼鐵票之後 剩下的那個票 然後就是要投到超過鋼鐵票 然後這樣就夠了 你就不需要再多投 多投無益 多投都浪費 所以應該是大部分人都是 棄票狀態 每次選舉完 就一堆人都... 欸我這次又被棄票了 欸我這次又被棄票了 我不認同你這個想法 因為這樣子的結果 會造成許多的紛爭 所以這個聰明的投票系統 顯然不會這樣 這樣結果就會有鋼鐵寒粉去郵街 沒有鋼鐵寒粉就已經說了 他鋼鐵他就會有票 他就是投韓國瑜啊 那他就會發現一票顯敗 他就會什麼 他就會開夜市 什麼叫一票喜敗開什麼 一票喜敗他就會在什麼 什麼行政院前 還是什麼台北市警察局分隊前 然後剛剛那個什麼遊行 沒有啊你這個系統這麼強大 大家都知道這個系統很強大 大家就不會去遊行 我覺得你低估了一般人民的愚昧程度 不是啊 那如果一般人民很愚昧的話 系統幫我投韓規 我明明是支持賴清德 那這樣的話 我也會去遊街抗議啊 對不對 結果他系統投出來 跟我的認知不一樣的話 我也會抗議嘛 所以顯然 這個系統如果可以成立的話 就表示大家已經 接受這個系統 是做出最明智的判斷了嘛 就簡單來說 這是一個上帝系統 他不可能錯 那我會說既然他是上帝系統 我不可能錯啊 其實他贏一票就是最經濟的 所以他應該是會每次投出來 都是某一個人一票顯勝 為什麼贏一票是最經濟的啊 贏一票是最經濟的啊 因為這樣的話 因為有人覺得我被 投了一個不是我真正支持的對象 我會不爽 有微不爽 雖然這個不爽很微小 但如果這個投票是為了要讓我 那個 對我有利的人慎選的話 他又有意義嘛 所以最好的狀況 就對所有的投票者來講 最好的狀況就是 呃 我支持的人選贏了 但是 欸不是我支持的 應該說是我氣飽的那個人選贏的 結果他不是我最支持的 但他是我氣飽的人選贏的 我是寒淚氣飽的那個選贏的 但因為他是我寒淚氣飽選贏的 所以我最好的 是要讓我的票投給我真正支持的人 所以也就是說 我既可以投給我真正想支持的人 但是呢 我要氣飽的對象 又剛好選贏 這樣是最經濟的 就譬如舉例來講 假設這次有人要 要氣什麼侯友宜投柯文哲 但是他其實比較喜歡侯友宜 那所以這樣的話呢 那個系統就會算好 讓柯文哲剛好購贏賴清德 然後呢他又可以支持侯友宜 這樣才是最大化他的爽度的 那但是就是要分配一些 沒有那麼愛侯友宜的人去氣飽 夠愛侯友宜的 就鋼鐵侯友宜 就不用氣飽 那所以我意思說這樣的結果就是 最後就是最經濟就是 所以柯文哲就會剛好贏賴清德一票 然後剩下該鋼鐵侯粉 該鋼鐵鍋粉的都去鋼鐵嘛 理論常這個系統會分配成這樣 對吧 就他會分配成 柯文哲剛好多賴清德一票 然後其他該鋼鐵的都去鋼鐵 這是最合理的呀 就是 所以這樣的話 這個系統存在的話 所有選舉的勝負都會是一票之差 對 所以我接受你的這個系統的說法 但是 我認為在你的這個系統說法的話 勝負都會在一票之差 就不會有大於兩票的狀況 對 所以這個就不符合這個題目要討論的狀況 對 你建構一個世界很美好 這個世界可能跟這個天堂差不多 因為每次都能選出最明智的人嘛 但是這個天堂一般的世界 它也不會出現那個票差大於二的狀況 所以並不在題目範圍 對我們題目要討論的是殘酷的地球 不是你那個天堂 因為在殘酷地球的話呢 就是因為 不夠明智 笨蛋太多 然後呢 所以每次票差都大於二嘛 那我們可以拿掉一些限制 拿掉一些天堂的理想 我們把地球做得到的範疇 沒有 我可以說地球就是笨蛋太多 所以票差會大於二 對但 你認同我們可以把投票成本降到趨近於零 就是有一天的技術有辦法做到這件事 那投票成本一定可以降低嘛 但重點是那個票差大於二的原因 是因為有笨蛋嘛 就是說 就是說 票差大於二的狀況 就意味著有夠多笨蛋在投票 就因為我們剛才已經推導完 如果是 最聰明的電腦幫所有人投票的話 就不會有票差大於二這件事 會有票差大於二就是因為有笨蛋存在 有人他投的不是對他最有利的票 才會導致票差大於二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們推出這個結論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知道說 所以所有票差大於二的狀況就是因為 有一堆笨蛋在投票 然後票差才會大於二 那 那對啊 那既然有一堆笨蛋在投票 導致票差大於二的話 你就不該稱這些笨蛋為聰明投票者 所以這些笨蛋就已經被秉除在聰明投票者的範圍之外了 然後你現在說聰明投票者要不要投票 就是 那聰明投票者其實還是不用投票啊 因為 因為就是反正票差大於二嘛 就是 都笨蛋在投啊 那我這聰明投票者投了也是浪費嘛 所以就是我就不用投啊 就是 就是 我要做的事情應該是我要努力的影響笨蛋 讓笨蛋投我支持的人嘛 就是說我作為一個聰明投票者 我如果夠聰明 我應該是要讓那些笨蛋亂投之下 還能投出對我有利的結果 所以我應該是要 讓他們投出一個對我有利的結果 但是我自己是不用投的啊 因為我的重點是要操縱他們去投 然後因為會票差會大於二 所以呢我自己去不去投 是不影響結果的 但我操縱他們去投 然後導致了我支持的人獲勝了 那這樣就夠了嘛 所以聰明投票者要做的事情是要影響笨蛋 讓笨蛋投他主義的人 但他自己不用去投票 這個就是會發生的狀況 對吧 我要去拿一瓶水 結束了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已經把高葵打爆了 但是 什麼沒有 他可能不這樣認為 但是我們影響笨蛋的方法 可以包含去投票 你知道嗎 影響笨蛋的方法包不包含去投票 我現在一直覺得說 如果那個夠聰明的話 就不用去投票也可以影響 就是我不用投票 就能影響戰況的人一定比 你要去投票才能影響戰況的人更聰明 因為 越聰明的意思就表示 我可以用越多不同的手段 達到相同的結果 相同的目的 就是 所以 那個 如果我可以 不去投票 就可以 達到 我支持的人勝選的這個目的 那我就是更聰明一些 這是首席在想 對啊 不知道誰在 亂打過來 有些地方 那些地方 也不是 有些地方 所以 有些地方 可以 是 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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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重要 所以那个什么 就是我是说就是如果要影响的话 应该是那个就是聪明投票者 应该有更聪明的方法可以影响大家 就不需要透过去投票这种方法 对吧 所以这个也有结论 为什么一定有更聪明的方法可以影响大家 你说为什么一定有更聪明的方法去影响大家 因为那样才显得很聪明啊 就是说如果你很聪明就表示你有多种手段 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啊 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去投票就 但是你并没有办法证明去投票 就不是唯一的 你是说就是他有多种 但是去投票刚好是效率最高的 最有成本最低的方式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假设我们可以把投票成本趋近于零了 然后你说啊 你说你可能可以会选可以办参会可以威胁别人 但是成本现在都比你去投一票 其实投一个票成本最低 没有啊可是因为投票是保密的嘛 就是说现在的选举制度你的投票是不会被看到的 因为不能量票啊量票违法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那个在FB发说我支持XX可能都比你去那边盖一个章更有影响力啊 没有没有现在现代人愚昧的人显然不是这么觉得 愚昧的人就会觉得啊你他妈就只会讲屁话都不会去投票 他就在底下这样留言 认同这个想法吧对吧现实也是这样的 你是说就是如果聪明投票者都不投票的话 可能大家就会不在意他的政治意见 对 大家就觉得说你连投票都懒 然后你怎么还跟我说你支持XXX是很重要 如果我不投他你就要毁天灭地 他就觉得说你开我玩笑 你哭乱你连走过头下腿都不愿意了 你还毁天灭地 好像也有道理 就是你说这个因为如果没有走去投票 就没有去投票这个动作的话 别人要怎么相信那个你会付出更多的成本来 让你支持的人胜选这样子 嗯 那好啊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问题就会变成是现在的大众对于走去投票 或者是邮寄投票 反正对于这个投票动作的这个解读 就是 就现在大众有很在意说那个就是某某某 比如说这个就是像川普去投票这个动作 就是你觉得现在大众有很在意川普去投票这件事吗 有 你何以见得 因为新闻媒体会报然后这个有一定的收视率 你说每次选举的时候都会报某某名人 然后去某某投票所投票 可是不是有很多名人没有去投票吗 是啊 对啊那这样的话那些没有去投票的名人都在干嘛 名人不一定聪明啊 我以为你是说他们可能不是那个bug的人 所以他们投了也没用 他们就不去投了 对啊他们也可能意识到这件事 反正你觉得说bug一定得去投 因为他如果是bug的人的话他就会去投 他不去投就没办法证明 他就别人就会指引他不是bug的人 不去投就证明他不是bug的人 不去投啊你都觉得说 那你的意见不重要 嗯 可是如果我是bug的人的话呢 我应该可以影响那个 另外一个很有名的人去投 然后那个很有名的人去投 就可以达到一样的效果 那个很有名的人就说 欸你又不去投啊 那很有名的人跟我意见一样啊 就他刚好意见一样嘛 就是说今天假设我阵营的人 就是说跟我主意的候选人同样的人 然后这些人当中有别的人也是名人 他去投就够了 但名人不是bug的人啊 我会说我是bug的人 然后但我会说让那个名人去投 但你有想过吗 你在影响这个名人去投的成本 已经比你去投票还高了 没有没有 我现在是说他是刚好跟我意见一样 所以我没有成本 就是假设第二bug的人我懂了 就假设今天最大bug的人跟第二bug的人 然后如果他们刚好是支持同一阵营的话 那最大bug的人就不用投票了 因为反正让第二bug的人去投的话 效果雷同 所以最大bug的人就可以说 我不用投第二bug去投就好了 反正他意见跟我一样 但是你在了解第二bug的人是谁的时候 就已经花费了成本 就已经比你自己去投票高了 不是啦不是啦 因为我是很聪明 所以我就知道谁是第二bug的人 那假设第二bug的人跟我立场一致的时候 你很聪明 不代表你去了解这件事情不需要成本 只是你有办法而已 没有是我一定会了解 因为我一定要密切追踪谁是第二bug 我要防止他超越我 我这bug的人的地位 怎么可以被第二bug的人超越 所以我一定要密切的研究第二bug的人的动向 还有他支持谁他的状况 那假设第二bug的人 现在是跟我是同一阵线的时候 就是通常也会是如此啦 因为如果他是不同阵线 我就把他剿灭 他就变第三第四bug的人了嘛 所以通常第二bug 应该跟我第一bug的人是同一阵线的 那如果他跟我同一阵线的话呢 我就让他去投就够了 我就不用去投了 因为反正我们同一阵线 所以他去投就已经足以影响这个世界了 而且事实上呢 按照一个安全的原则 假设我是第一bug的人的话 我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尽可能 让第二bug的人跟我同一阵线 然后第三bug的人也跟我同一阵线 然后第四bug的人也还是跟我同一阵线 最好到第一千bug的人都跟我同一阵线 这样是最有利的嘛 所以就是越多bug的人跟我同一阵线 对我越有利 所以我要尽量的扩大这个bug的人的跟我同阵线的这个数量嘛 那所以这样的话可能就是第一千bug的人 或前一千bug的人全部都跟我同阵线 那这样的话我不到也没差 反正那让二到九九九bug的人去 大家都已经就那个一呼百应 就那个望风而投 就大家就知道我要投某某某这样子 对就是所以 这样不是很很很就是很合理吗 就是说如果我是超级bug的人 我要做的事情就应该要让后面的bug的人都跟我意见一致 然后他们就去投 我就不用投 所以只有在非常极端的状况 就是我是第一bug的人 然后第二bug的人又跟我是不同阵线的时候 我才只好亲自去投嘛 就是说只有这种状况是我需要 我觉得这种状况并不是极端的状况 而是常见的状况 因为你要影响第二bug的人 或是说改变第二bug的人 或是剿灭第二bug的人 成本绝对比你去投票还来得高 因为刚刚我们也假设投票的成本趋近于零 当然当然 你当然会密切观测啊 不不不如果要剿灭第二bug的人 当然是成本是高的嘛 但我现在是说就是我要规划嘛 我不要剿灭 就是你要规划第二bug的人 你的bug的人能力可能是100亿 第二bug的人可能强度可能是100亿 你们差距去盛大 你也没有必要去捍卫自己的地位 因为他10亿成长了100亿 maybe需要非常多的时间跟努力 但你100亿要去影响10亿 改变立场是非常困难的 但你去投票可能成本是1 没有啊 但是我把它改变立场我才更安全嘛 因为他已经是第二bug了 因为你已知你们之间的差距非常大 不管差距多大 我把它加到我的阵营总不是坏事 你是足够聪明的人 我把它规划到我的阵营总不是坏事 但你这样就需要花费力啊 没有可是这是以长远来讲是必要的嘛 我要长治久安的话 我就要让大家都变我这个政党啊 我要让大家都规划 这样才是比较好的 如果我不规划的话 就是哪天万一 我不小心后代那个传了几代之后 我的子孙败家 我们不会考虑后代 因为我们是考虑个人的快乐最大化 除非后代的快乐会影响你快乐 那后代快乐当然会影响大家的快乐 不然你 我不会啊 我后代的快乐不会影响我的快乐 因为我预计的快乐 你是少数大部分人都会在意自己小孩的快乐 而且可能比自己更在意 所以这个 这个就不能这样解释 对啊 那我是说 所以你看那个什么 就是 就是 就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今天这个 就是 就是说 第一bug的人 理论上他应该会规划第二bug的人 然后让他跟自己同一阵营 那只是你说通常第一bug跟第二bug的人都不同阵营 但我觉得不是啊 我觉得通常都同阵营嘛 应该同阵营的状况比较多吧 为什么你会觉得不同阵营的状况比较多 因为不同阵营 因为比如说如果第一跟第二同阵营的话 那其他 愚民就会扶植第三 他们就会拥护第三bug的人 啊啊啊啊 就会拥护那个 不同阵营的最高 想办法把他顶上去这样 不是啊 没有用啊 第三阵营也被规划 一直规划就好啦 就像你看现在美国 就要一直规划bug人 美国就拥有最多bug人的国家 武力世界第一 他就把bug人都 欸你要不要美国籍 绿卡随便发 这样子就 欸你是bug人吗 那你要不要美国籍 好好商量 大家不要用那个核武什么的 不要没事搞恐怖攻击 这样子 你是bug人你赶快来加入我们 他就在规划 一直在规划 对不对 就是正常大家都会规划 所以怎么可能 会有第二bug人 然后是不容阵营的状况 那他有点不自量力啊 他都跟第一bug人都差十倍了 那为什么还要 那边不自量力 那规划就好啦 打不定就加入 因为你身为第一bug人 你什么都不用做 第二bug人就不会超越 那你就不会去做事啊 做事是费力的 你说他等第二bug人追到 大概99页的时候再 没错 因为你足够聪明啊 你当然有信心 他到某个职的时候 你还是可以说服他 那当然是等到 等他到那个极限的时候 你再做事啊 那现在 投这个选举的时候 显然还没有到嘛 大部分时间还没有到 选举的当下 那个就是 第二bug人跟自己意见不一样 但是又 还不需要规划他 大部分时刻是还不需要规划 对对对 因为反正 规划他要费力啊 就赢了 投票成本比较低 嗯 也有道理 就是说这个 我去投个票的成本 还是低于我要规划第二bug人 不是啦 可是我刚刚的意思是 第二bug人会主动投降 因为他打不赢就会加入啦 就第二bug人到底有什么理由 要坚持自己意见 因为你第一bug人是最聪明的对吧 对 所以你当然不会让第二bug人发现 他没有你聪明 他也会误以为自己是第一bug人 所以你是说第二bug人 每次都误以为自己是第一bug人 然后去投 然后去选输了 每天投完就发现 哎呀 选输了 笑死了 只是他在投之前都会这样以为 投资人都以为自己会赢 都以为自己会赢 都以为自己会赢 然后等下去投完之后 开票 诶 怎么输了 因为只有第一bug人才看清所有局势的人 哦 可是那你觉得 做票是可不可以的 就会不会那个 其实那个有人是用做票的方式 就是说那个 我第一bug人 我根本不用投票 因为我就做票就赢了嘛 没有没有 做票的成本还是高于自己去投票的 但是渔民怎么投不重要 反正渔民投完之后 我再改改票 然后最后都是我支持的 那这成本还是显然高于我去投一票 反正渔民就会 哈 追随我这样 不一定啊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有可能渔民太渔了 他们已经被第二bug人迷惑了 所以第二bug人坐有那个 众多渔 像譬如说川普之类的 他就坐有众多渔民 那就是你是 然后我第一bug人 其实你是第二bug人 没有不是啊 他是第二bug人 因为拜登选赢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用Dominion改海票 就更方便了 就他直接改数据 改大家投票 拜登选赢的是bug不足啊 bug强度不足啊 什么 拜登选赢就是改票赢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 就Dominion改海票 反正我的意思就是说 然后那个 我觉得你这样是在严重 污蔑美国的政治 我不参与这个讨论 没关系 我怕未来被起诉 我有规划美国 我们就 假设那个嘛 假设那个就是 就是说那个 可以改票 就是说我可以那个 直接篡改选举结果 那我会说 我作为Dbug人 我直接篡改选举结果 一定比较 审视啊 我的意思是说 我根本不需要去 影响民众 民众太笨了 他太难叫化了 不是 我直接改票比较快 你是Dbug人 只要 投个票这个动作 这个move 就可以影响 不是 改票才是 你投票 move是因为你要 你要作为表率 你要让大家都去 投你主义的对象嘛 你要作为表率 所以我也投票 大家看我投票 大家跟着投票 但我现在意思是说 根本不用投票 改票就好了 因为 那你觉得尽管改票 那我本人还要去投票吗 我跟你说就不用投票 因为我都用改票赢 我 我就是 贵为Dbug人 我都改票自胜啊 我谁来跟你投 投都在浪费时间 我都改票自胜就好了 你随便投 反正我每次都改票自胜 你也不能拿到怎么样 对不对 我都改票自胜成本比较低啊 因为你刚刚讲的啊 你要叫化Dbug人 投跟你一样的话 成本很高嘛 那就是说 你就 他每次Dbug人 是投完之后 才惊讶的发现 诶 怎么我没赢 怎么我投的人没有赢 那我跟你说 既然是如此的话 那很可能 Dbug人投完没有赢的原因 是因为票被改了 所以做为Dbug人 那你做为Dbug人 我每次都改票自胜 那你做为Dbug人 你改票会把改票的结果改成如何 没有 我跟你说 就改成我主意的对象赢啊 对吧 那我每次都改票就好了 那你应该会尽量让差距缩小 然后最后最理想的结果当然是 缩小到一票以内吧 你说险胜一票 对啊 险胜一票显然是 因为你改越多票 成本一定越高 没有啊 可是险胜一票 大家就会说要验票 因为那个范围小于某的 范围的时候 大家就会说要验票 那个门槛 可能就赢个一万票之类的 对啊 像上次台北市长选举 就大概 应该是上上次了 上上次台北市长 那时候不就大概赢一万票 不到一万票 就赢几千票啊 那时候柯文哲 赢几千票而已啊 对啊 我以为那个就是改票的结果啊 完蛋了 完蛋了 那个 污蔑台湾选举 不是你可以这样认为啊 台湾还好 言论自由 对 反正我意思就是说 我只要改到 刚好赢那样就够了 对 所以那个还是一边 开票一边投票 我很确定 我那时候就在现场 就是那时候都超过时间 然后有人超过时间才来 然后本来那个 人员 玄务人员要 阻挡不让那个人投 因为他超过时间嘛 然后可是那时候就 民情激愤说 怎么可以不让他投 人家来现场呢 民主选举都可以不让他表达意见 然后玄务人员就 然后就撤退 然后就让他投 那你投 然后所以就是 都是那个超过时间才来 一边看开票一边投的 然后就这样子也可以 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改票显然很方便 就是如果我是debug的人 我就改票就好了 可是 所以说你认为改 可能改1万票比影响1万个人还方便 当然当然 因为影响人是费力的 改票是容易的 就假设我这样讲啦 你如果说今天你主逸的人 他的支持度就有10% 那你要怎么让他选拟 你要改变40%的人就很难嘛 但是你今天只要 那个改变40%的票 你讲那个 就是计票作业系统 设计的很良好 那个投完之后他就被改变 所以你认为有办法改变40%票 当然啊当然啊 你刚刚讲那个最强大的系统 不就是有这个功能啊 他都帮大家选一个 预测你这样未来四年会最爽的 那我以为那个就是一种 那我们这个系统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现在是 就探讨可能比较 务实的状况 但我现在说有一个过渡系统嘛 就是他也没有那么良善的时候 但他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说他 就是为什么要用系统投 不要让人投 就是因为人没有办法预测 未来四年怎样会对比较爽 没有现在已经不是用系统投了 我现在是让人投 我知道 但我现在就说 所以改票也是为了人好 就我说改票是为了那个民众的快乐着想 所以我改他的票他也不会生气 就是说因为理论上他就会 他一开始被改票当然会生气嘛 就是他刚选完了之后 惊愕地发现 我不是投给那个什么 川普怎么变拜登了 他会很惊愕 他刚选完的时候 刚选完他会很惊愕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觉得说 算了反正这个拜登当选 可能我过得更爽 没有差 或是他觉得没有差 他就算了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那个改票啊 改久了大家就习惯就算了 就你每次都用改票赢嘛 你甚至你那个一个支持度 只有1%人去选 然后最后就选 因为那也无所谓嘛 因为反正你每次都靠改票赢 你那个运作久了之后 大家都习惯了 大家都知道说 哦 投票就是一个形式而已 反正最后都会被改成某个人 但是 这样对我是更快乐的 所以大家就 那种不宜有他 就是说大家就觉得无所谓 就尽量改 尽量改 尽量改 好像有哪里怪怪的 非常合理啊 因为我一直改票 我生活过得最爽啊 我生活就一直爽嘛 我就每次就每次4年 我的爽度都比之前更增加 我就会慢慢忘记 那个选举是 是这个什么 要表达我的意志 因为其实我的意志不重要 过得爽比较重要 我发现我每年都过得很爽 可是 呃 就是原本第一bug 人他的存在是因为 大家能够意识到 我让他不爽很可怕 嗯 不是让他爽很重要 这件事对吧 那当他都没有出来主张 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不会意识到 让他不爽很可怕 和让他爽很重要这件事情 那扣除掉这个条件 大家就不会让第一bug 他所主意的候选人当选 就是大家会在这个选举结果 产生质疑 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第一bug 没有啊没有啊 不是啊 今天是第一bug 第一bug的人主意的对象当选之后 然后可能就是 民众就会 那个普遍加薪啊 我就说就可能国家就很昌盛 然后民众就薪水都暴涨 然后可能大家都那个 就是 可以到世界各地旅游啊 然后可能可以搭火箭上太空啊 就我会说今天这个第一bug的人 他之所以 贵为第一bug的人就是因为他很很 会经营国家嘛 他让国家非常的强盛嘛 然后非常的富足 国富民强 那所以 就是说他每次主意的人 选上之后都 让国家就是 非常的繁荣 然后人民生活福祉 大幅的提升改善 他很多建设 我觉得你这个假设太宽了 就是第一bug 第一bug的人主意的对象选上 只是会让第一bug的人最爽最快乐 而因为他的最爽最快乐相对影响程度比较大 就会影响到其他人 所以导致说 呃 就是 其他人也会被迫 没有没有没有 如果你只是一个很自私的debug 你那个根本就不可能长久了 你也不会是debug的人 你要真正的debug 一定是他是 让整个国家好的 他才能当debug的人 所以我会说 debug的人长期执政的结果 就是国家就会越来越强盛 那民众就会觉得他生活过得很好 就会慢慢不在意谁当选什么 因为反正他就会发现 生活过得很爽 你那个谁当选根本不重要 反正都过得很爽 所以你随便改票 过得很爽 你要躲了吗 对啊 还是我们今天就 所以我们 反正我们的 目前的 结论就是说 debug的人 会决定选举结果 然后只是他决定选举结果的 方式 就是我认为投票成本比较低 你认为做票成本比较低 对对对对对 我认为他会用做票来决定选举的结果 然后还认为他会用自己去投票 对 来带动这个选举的结果 对 大概是进来到这里 对对 但是反正我们都 共识就是说 debug的人会决定一切这样子 只是他决定一切的方法 可能有歧见 是 对对就是 大概是这样 大概是这样 所以要像围棋一样 都会下很多天 哈哈 哈哈 等一下 Body 你 还是 电路 跟 У 有什么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